那今天我們就是由於上一次這個上次的時間比較短 所以說有兩個application就是應用的部分 我們沒有辦法剪完所以說到今天 那我在那個社團裡面那個留言有說 就是其中第一個就是有關 多智能體的人工智能AI 也就是說交通控制控制系統交通耗子控制系統 這個這個paper就是說 我今天做一個簡單的簡介 那這整個他的論文的內容其實也還蠻深的 有一點深了 然後我們今天也是做一個最簡單的簡介 然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那就可以再回去看這個論文深入的研究一下 那我也想說就就就這個機會 就是說之前一直有提到 想要 還有一件事忘記 我現在已經有錄影了 OK 之前我們也有提到就是說要 成立一個project team 然後大家一起來做這個 找一個project來做 那我覺得這個系統 這個application是蠻有趣的 等一下我們介紹完我們可以來討論一下就是說 有關 我們是不是要成立一個project team 來做一下這個project 這個系統它主要就是說 我們希望 由於我們這個很多的 尤其像台北市 這個道路上很多的紅燈 都是超過100秒的 甚至於那個跳那個數字都 兩位數的數字都不夠跳 然後要等了一段時間才開始 從99開始跳 所以說這個 都是讓我們很困擾 那也找不到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那我就剛好找到一個這樣子的 有人做這樣子的論文說 用一個IL的算法 然後去模擬 我們就是假裝 就是說大概是類似 我們有一個在街口上 在路口 路口上有一個 比較有經驗的警察 那他有這樣的智能 有這樣的經驗 去對這個 路口的這個交通做一些疏導 他有 有這樣足夠的經驗去決策說 這個紅燈是不是要該多長或多短 或者說哪一個相位先走這樣 那這樣子的這個人工智能的方法 就是說 我們今天 慢慢的來介紹一下 那當然這個論文 如果大家聽完我介紹以後 有興趣 大家還可以再深入去研究一下 我們這有點像冰山 我今天只是把那個表面看得到的東西 告訴大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個系統 我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 從CAMERA 截取來的一個Stream 那這個Stream 我們可以從這個Stream裡面去把 先透過一個 不管是CNN 或者各種任何的方法 把這個Stream 抽出 抽成抽象抽出一個 它的這個 往路口到來的這個 這方面的車子 流量 包括有已經到達我們這個紅燈路口 有多少 多少輛車 還有就是說 後面還沒有到達的有多少 多少 那這個已經在這個路口等了 它已經停了幾秒 那這些的資訊呢 我們就是透過一個 這個 neural network 我們把它 把它 把它 embed it 出來 然後呢 我們再透過一個 我們再透過一個 LSTM 因為 這個 如果 如果是一個frame 一個frame抓的話 它有可能會 每一個frame 它 給一個比較獨立的一個 一個State的資訊 它會造成這個 IOS的agent 太過於這個 可能 所謂的太過敏感 或是說 它 對於它的policy 是 很跳躍式 前一秒跟後一秒 可能差距很大 所以說我們希望它 比較連續一點 呃 再把這個reward 跟這個 State的這些 Information 付給這個actor跟credit 那actor跟credit就是 負責把這個 他的policy 然後做這些控制的動作 像credit 負責這個評估value function 那這是在一個路口 一個十字路口 它會有一個這樣子的 這個 Active Credit的這個 Agent 在這個路口 做這樣子的 呃 對交通的這個 疏解的這個 這個決策的 動作 那每一個路口 我們都會需要一個這個 所以呢 在其他路口 我們就可以 因為 因為 這整個一個城市 它是一個 每一個路口 呃 這個交通的決策 都是息息相關的 就是某個路口 它有可能會影響到下一個 下一個路口 呃 擁堵或說這個 它的流量 所以我們會從其他的路口的Agent 傳各種 各個資料進來 就是他們那個地方的Agent的這個資訊 進來 那情況就會變成 例如說 例如說 在 某一個城市裡面 我們在每一個路口 都有這樣子的Agent 那這個Agent呢 他們之間會互相通訊 那 每個Agent 但是我這個是 舉例是中間這個Agent 就是 他的鄰近 鄰近的各個Agent 都會 把他的資訊 傳給中間這個Agent 同樣的道理 這個中間這個Agent 他也會傳給他們 一個 他自己本身的資訊 那 我們把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區域 這個Regional 的區域 這個Region 我們叫做 VI 假如說這中間這個Agent 他就叫做 Agent I 那這樣的區域就叫VI 那因為這個Agent 他也不可能 如果說這個城市 是一個大棋盤的話 他也不可能所有的 城市裡面所有的這個 這個 每一個 每一個地方的 這個Information 他都能夠收到 非常齊全 而就算有的話 他也處理不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 比較屬於 partial observation 就是說 比較部分觀測的 一個 一個環境 那這個 這個部分 部分觀測的環境呢 我們 他會擁有 他會 他會有一個 全局的這個 全局的一個 一個 reward 那全局的reward 例如說我們現在看這個市值 他這個reward 他是在T時間點 這個I 也就是說這個 某一個I 那這個I呢 他的全局的reward 就是說 距離他從0到D D就是也許 這個比較遠 這個叫做D這樣 或者說這還離兩個 兩個路口 兩個路口都有可能 這個從0到D 他每一個其他的人的 這個 其他的agent的這個information 的reward 他都會把它列入計算 然後把它轉合起來 那這個其他的 其他的這個別的agent呢 例如說他這個離他路口 有四五個路口的這個另外一個路口的agent 他對我們本地的這個路口影響力並不是太大 所以我們就設定了一個這個alpha的衰減的這個係數 那這個係數呢 他是以這個距離為次方的 也就是說他越遠的時候 他的對本地的這個影響力呢 他會有一個指數的一個下降 他越近呢就會對本地的影響會比較大 那這也有道理就是說 一般我們太遠的地方也是天高皇帝 影響不到我們這個路口 那這是就是全局的這個共用的這個reward的部分 然後呢這個在T時間點呢 在這個B這個region就是B這個區域裡面 這個State呢 我們也考慮了就是說 以一個全局的這個方式來考慮 就不是只考慮這一個路口 他這個單獨的agent的State 我們還聯集了一些附近 這個所謂附近就是N就是說 N就是neighbors 那他的neighbors J就是例如說這個neighbors JKLM這樣子 就每個neighbors他有自己的名字 那他都在這個NG 就是N就是一個鄰居的列表好了 那我們就把這所有鄰近的鄰居的State 我們也考慮進來 那也給一個另外一個alpha 這個alpha跟這個alpha就不一樣了 這個alpha是屬於控制的 控制的參數 控制的係數 也就是說 如果alpha等於1的時候 就是說每一個鄰居的State 我都有考慮 大家都平等的考慮 如果說是alpha等於0的時候 就是說我只考慮我自己 所以那個可能有什麼特殊的處境是最重要 其他的我會暫時不考慮 就是比較greedy 比較貪心的這個做法 OK 這個會不會被蓋到 這樣子 就是說這個我們剛剛也解釋過 就只是翻譯成中文 就是說全局考量的reward 就等於本地的reward 然後呢 要加上 加上這個 各個附近的reward 然後他要成一個alpha的一個衰減 衰減係數 他的衰減係數 呃 呃 成方 是他的距離 那這個各個各個地方 其他地方來的 呃 這些reward information 都是靠著這個communication 也就是說通訊而來的 所以這中間會 呃 一直會有實質的通訊 通訊 就reward time通訊 嗯 那這第二條就是本地的 就是全局考量的這個State 就是本地的State 跟這個 包含 附近的 這個 各點傳來State的訊息 包括衰減係數 啊 就乘以衰減係數 那當然各地傳來 這個State的訊息 對 判斷本地的State 就是說包含 在裡面呢 對於判斷這個 本區域 這個region的 這個State 是 很有意義的 就是說可能這個 你在這裡看到的是三台車進來 可是這裡可能有100台車要進來的 你必須考慮附近的 這個有可能有大量的車流 才可以做比較預先準備 OK 那這個是 這個論文裡面舉的一個例子 他就是 他真的是就是做了一個5.5的 一個棋盤 5乘以5的棋盤 那這個5乘以5的棋盤呢 這樣的交通 他 他做了一個模擬器 我們就有一個模擬器叫做Sumo 也就是說相撲的那個意思 那這個Sumo的模擬器 就是專門做這個交通 這個路網的這個流量 那在這個模擬器上面呢 我們 先 舉個例子 就是說 這裡有一個F1的流量 我們先導入一個F1流量 也就是說我們在這個點 X12 11 10 這個地方 你先 就是 起始 就是先灌入一些流量 然後這個流量呢 他的 起點在這裡 終點在這裡 那這個模擬器 他可以設定就是說 你只要告訴他起點跟終點 他中間 他可以自己 隨意去做這個 還有可能是各種彎法 各種這個路徑 去到終點 那這個起點在這裡 終點在這裡 那當然這個 那這個 同一個時間呢 他還有這個 我們剛剛說是大的F1 然後他也有南北向的 南北向的從這個北到南吧 開了一個F 小F1 這個流量是比較小的 我們看 他這個東西像都是大的道 道路 就是說有兩個線道的 南北向一個線道 這是他這個 這個Simulator 自己設計的 這個都是我們可以自己定義的 那 在這個 這樣子的這個 Simulator的情況下 我們發現就是說 我們注入了 你看這個F1 這個流量 注入F1這個流量了以後 小的F1 這兩個流量注入了以後 大概在 2000 2000秒到2500秒中間 也就是大約 沒有半個小時左右吧 就 這個流量就降下來了 也就是說這個 人工智能的算法 在這個各個路口做控制 然後做這個 紅綠燈的這個相位的這個 延長或縮短的決策 使得這個整個流量可以下降到 比較低 然後呢他又做了一個 另外一個實驗就是說 不是另外一個實驗 也就是說他在同一個時間 我們剛剛 第一個大F1 小F1 是從 從西向東啊 北向南這樣子的流量 然後他在這個 15分鐘以後 他又加入了 從東向西 也就是說從這個 456 這三個江璇的點 往 往這邊 去灌流量 然後另外是從南向北 去灌流量 那也是一樣在 過了大概 在3000秒左右 就已經 把整個流量控制住 整個流量得到15幾 那這就是說他的這個 所有的AI的這個算法 有在 有在這個流量上面做控制 而且有得到效果 那至於效果怎麼樣呢 我們看一下 在這一個圖呢 是 在這個圖是表現就是說 我們輸入流量了以後呢 這一邊是等候的這個 也就是塞車的長度啦 就是說 塞車有多少量 這是一個車子的數量 那我們看 因為我們這一次我們 剛才介紹的就是說 我們用 ActiveCredit 就是 多 Multiagent的ActiveCredit 多次能體的A2C 藍色這一條 那藍色這一條呢 他從頭到尾 一直會 把這個 就是塞車的數量 會一直壓在還蠻低的地方 會一直壓在還蠻低的地方 而且在這個2000多秒左右 他的這個 狀況就已經開始得到數據 那這個圖是 你平均在紅燈之前的 就是在這個intersection之前 之前他要等 紅燈要等多久 那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我們用我們這樣的算法 可以一直把這個 呃 等候的時間壓在比較低的 比較低的這個時間 當然我們這個 這個論文裡面測試了好幾種方法 這個是最最影響的一個方法 那這個就是 呃我們在 在這個交通的 我們在這個交通的這個 這個路網上 我們希望 在所有的路口 我們去擺 這樣子的一個計算能力 這樣子的一個算法 就是A2C A2C的算法 然後這個A2C的算法 他能夠 呃 配合所有的路網 所有的路口 都有自己的A2C 那每一個A2C的 互相交換 這個資訊 每一個A2C 互相交換資訊 然後 互相去取得 這個全局 就是 呃 整個Global 這個全局最大的利益 最大的這個 那所以說 呃 這個需要有比較大的算力 因為你每個路網 每一個路口 你都必須要有一個A2C 計算的 就說我們這整個 整個一個系統 是沒有 沒有一個中心化 是一個去中心化的 那每個A2C 他自己算自己的 而且呢 他把周邊的A2C的這個情況 都加進來 這個 算出最大利益 那這樣子的一個Project呢 這樣子的一個Project呢 我們就是 呃 呃 會必須要 放在這個 5G的這個網路裡面 那接下來我就 呃 對 針對這個 怎麼樣去 這樣子的一個 稍微做一下介紹 因為 如果說我們要做一個Project 然後 要 能夠做到能夠交付 可能就是需要有更多的一些整合部分 那除了剛才我們提到的這些AI的算法部分 那這些實際上的這個 infrastructure還是要做整合的配合 那我們來看一下 嗯 這一個Project他需要哪一些的 其他Evrastructure來配合 一個我們剛才說的這些的 算法啦 運算啦 我們都需要有一些 呃算力 就是Computing Power 那這些算力呢 我們會有一個 呃 IoT的這個平台 這每一個路口 就會有一個IoT的平台 那這個平台呢 他是獨立做運算的 他就是 所謂DEC 他是 呃 去中心化的 他沒有一個中心做 所有的管理 那這個平台他就獨立運作 那他的 下面 就是他的 前 前端呢 就是有一大堆的這些 傳感器啊 攝像頭啊 呃 通訊各種設備 接入 呃包括如果 呃未來他可能 呃我們 沒有辦法從影像 沒有辦法從Camera 得到 那些車流量的 這個資訊啊 或者說 呃 這個路口他有 有所謂地池 就是說地底下 有那個磁場的 可以測試車輛 這個數量的 有各種設備的話 也許有紅外線 那這些都可以接入 接入到這樣的平台 那在這樣的平台 進來以後 這個數據我們就會做一些什麼 數據清洗特徵特徵 這些都是跟算法有關的 那就是我們就會在這上面 建立一個一個的 application 那這所有的 application 都會以這個 這個Docker的方式 這個樣的形式存在 然後拆在這個平台上面 那當然我們有需要用到通訊 因為我們需要從其他的這個 其他的agent 都這個數據 我們也需要傳輸我們數據 給其他agent 那所以說我們也會有通訊 跟其他的這個地方做 當然你還有可能有分析啊 一些做一些log等等的 那這樣的平台我們會放放在這個 有一個K8s的這樣 K8s怎麼講 Kubernetes 來做管理啊 那他這個是專門做Docker的管理 那就可以達到一些 不管是 這個叫做 HA 或者是Redundant 這些功能都可以 收到這個很好的很好的管理 那這樣子的平台呢 我們都是 每一個接口都需要有 所以呢 我們就必須要 把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你說 如果說這樣的東西 你去買一個小電腦 裝在這個電線桿上 這個也是不太 不太好的一個方法 所以說我們會把這個東西放到 放到5G的網路裡面 那5G呢 就是下個月可能就會有 某些公司就已經要開台了 或者會不會開台我不知道 那5G我大概介紹一下他的 特色規格好了 他的特色規格就是這三個 就是說 EMBBR MMTC UR LLC 這個主要就是說 有三個數字指標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 這個是他的頻寬啊 就是 enhanced mobile broadband 他是 可以達到10G 就無限的10G 10G的網路 那這個是 這個就是跟我們比較有關係 也算是物聯網啊 就是說 每 每一公里 的這個範圍 可以連入100萬個設備 那 但我們可能不會占到100萬 我們可能就占了幾個 幾個設備 不過他就是意思就是說 他是可以海量 海量接入 那另外一個就是低延遲 就是說他可以達到很低的延遲 是不是一微秒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也用不到這麼快 不過就是 意思就是 非常的快的 很低的延遲 那為什麼要有這個 所謂的邊緣計算呢 就是 edge compute 因為 因為 像 處理一些這種 大的 這個 HDR 這些的 Stream 如果把所有的這些 Stream 除了數據 都 丟回去 中心的這個 Data 就是 中心的這個 伺服器 server 去處理了 他這個回流的網路 這個 壓力很大 然後 就像我們需要 或者說 有很多工業物源網需要 就是要很低的延遲 他必須要很快的反應 不能回去 到這個 中央的這樣子的這個 計算過後再回來好幾秒 這個他可能沒有辦法接種 所以 邊緣計算 我們 我們今天談的 但邊緣計算 我們大家常常聽到一大堆 就是 有穿在身上的 有放在你家旁邊 那是什麼 你叫他醫生什麼Google 他就 幫你買東西的 或是放在工廠裡面 放在車子上 都有啊 但是我們今天說的這個 就是說 我們就 針對5G的這個邊緣計算 因為他可能未來就是把它放 成一個服務 那這樣子的 環境呢 這樣子的環境 我們可能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因為如果各位就是在 打算做這個 AR或算法這樣子的行業 我們待會介紹一下 就是說可能這是一個比較 到 未來我們會常接觸到的一個地方 那 因為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 就是說有這些種種的緣故啊 那 這個 5G他提供了這樣子的 邊緣計算的這個環境 例如說 一開始很多人在說 就是說 5G的 服務 可能會有一個 室內的導航 室內導航其實就 就是 比較 典型的 就是說 室內本來是 以前是沒有辦法抓到這個 GPS 那他就利用這個 不管是手機 或是什麼設備 他 跟這個GD台 或是跟這個天線之間 會有 中間會有一個 RSSR 也就是說訊號的強度 強度 會有一個數據 那你這個 所有任何 不管是什麼設備 你在這裡面移動啊 然後 這個數據會一直變化 這會有很大量的數據 然後 然後我們用機器學習的方法 去把這個 這個數據的整個模型 學出來 你就可以知道 這個未來這個 設備 他在哪個地方 他的定位是怎麼樣 那這樣子的方法呢 就是 你必須要在邊緣做計算 你這個 這麼大的數據 你要全部傳到中間 中央 中央的機房去算 然後再回來 那個定位都已經 沒有太大意義 所以 5G的這種低延遲 或者說他離得很近 然後在邊緣上面 就有算力 提供他計算 這樣子 整個環境是 讓 這一種的 室內導航 就可以實現 所以說未來 有可能這些電信公司 他 這個叫做 這個開通5G 他就可能有這些服務 什麼KTV 百貨公司 就可以 可以室內導航 那為什麼可以呢 就是說5G他有一個特點 那這個特點就是說 跟以前不一樣的地方 以前我們所謂的雲端 到現在為止我們講的雲端 其實就是Data Center Data Center就是 你可能台北有一個 什麼台中一個 高手一個 那 裡面有放很多 算力很強的 因為可能有台灣山 有可能什麼 你有IBM的什麼神藍 放在Data Center裡面 那算力很強 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從你的邊緣走一趟路 走到這裡 然後他算力再有多強 他整個這個路徑是很高的延遲 所以呢 5G他的特點就是說 他這一次把這些的算力 他把他推到這裡 邊緣來 也就是說你在 那些基地台旁邊 有一些小房子裡面 可能看到有那個小 小房子 或像長得像廁所 那個 竟然有裝冷氣 那有可能就是那些 電信公司 就把這些的 很多移到這裡來 就像這個所謂的MEC 就是Edge Computing 都會移到這個邊緣來 那這個邊緣呢 他就可以在這個區域裡面 可能他可以覆蓋 跟Color個 3公里5公里 我一定 就是說看他怎麼設計啊 那這裡 這個附近需要的算力 例如說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室內導航啊 或者說我們 我們要做的應用啊 例如說 這個路口的這個 燈號管子 這些我們都把它放在這裡 然後他 就針對這樣子一個小區域的範圍 提供這樣子的算力 然後很快的 很很 低的快速的反應的延遲的 讓你能夠得到這些 呃 計算的結果 那這是一個5G最大的特點 那所以說 如果 就是各位 就我們剛講的 如果在 對於這個AI或算法啊 什麼這些有興趣的話 那 這一個地方啊 未來這個地方 很有可能 是各位常常會接觸到的地方 就是說 你有可能很多機會 有很大量 很多人的這個application 會開始開發 有一大的application 放在這個地方 而你們也許就不會在 以前都是在這個地方開發的 那也許 以後你會開始 接觸到在這個地方 做一些application 所以 呃 我 我才會在這裡 就是說希望 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可以提早開始 接觸這個地方 那因為 其實也沒有提太早了 下個月好像就 中華電信會開始 所以說這個其實也差不多時間 然後我們剛剛談完了5G 我們就再 介紹一下這個V2X V2X V2X也就是說 車聯網 那車聯網呢 就是說 反正就是 我們之前說 IoT嘛 什麼 什麼東西都要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所有所有的物都要聯網 如果 所有的萬物不聯網 那他就是 就是 垃圾聯網 就是 Internet of Trash 其實應該不是這樣講 就是說 其實他連垃圾都要聯網 但是 就是 等我一下 OK好我們 我們彈回來這個V2X 垃圾聯網 剛剛講的就是說 其實 我的認為就是說 所有東西都可以聯網 垃圾也可以聯網 但是你聯網了以後 你那些數據一直在吐 如果沒有經過計算 沒有經過 就是我們所謂的 你沒有算法 沒有做分析 那數據就是數據 就說 Data就是 Data永遠 不會變成 Information 也還要經過計算以後 才會 分析以後 才會變成 Intelligent 所以 如果沒有這樣的過程 數據就是數據 就是垃圾聯網 就是Internet of Trash 那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這個V2X V2X想要達到的終極目標 是這樣 雖然 我們還有很久的努力 才有可能達到這樣 但是印度已經成功的完成了 那 V2X就是 X就代表 就Anything 就是任何東西 V2X這個是一個Family 它下面有V2V 就是車對車 然後車對網絡 車對這個 Infrastructure 就是車對 基礎設施 基礎建設 我們 要做的那個 路燈的這個東西 就是 就是代表I 就是Infrastructure 還有車對行人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說 因為 汽車這個東西 它算是一個 中大型的一個機器人 然後呢 一方面呢 它未來 它也是 比較屬於 中產階級 比較容易有可能買得到的這種 耐久才的型的這種機器人 就是現在也很多人都有擁有汽車 那所以說這個車子 車聯網這個市場 也有可能比較 未來比較多 收到很多的關注 這樣 那包括我們 以前我 就是電網 也就是說這個充電 充電的這個 車聯網 那這中間都有一些很多的新的規格 一直 現在一直在冒出來 這個 非常多新的東西 值得我們去開發 那對於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交通號這個環境 這個車聯網 它可以在這個 因為我們 我們一開始 我們現在是 現在目前的道路狀況 可能頂多有一個攝像頭 一個camera 或者說它地底有一個地址啊 這些技術器啊 我們去算這個車流的數量 但是如果有車聯網的話 可能這個車 它會主動的 吐這個數量 吐它的位置給我們 那它這些算法 可能就會造成我們 我們的 我們的AI 能夠更精準的判斷 就整個效能 能夠更多的提升 所以 就 有可能最終達到 這樣子的終極目標 所以在車聯網的部分 就是說 呃 這也是介紹給大家 呃 了解一下 然後如果有有興趣的話 可以關注一下 那 也許我們如果 成立一個 然後繼續走下去 有可能 也可以 拍照這一塊的地方 那這塊地方其實我還有想到一個特色 就是說 呃 這個 這個東西呢 就是車也是在本地 也是在台灣 或者台北啊 或者這個 基地台 這個 路燈啊 就是說這個 紅綠燈啊 所有東西都是在local的 所以這個 其實你也不會 就是說 這一塊生意啊 也 太會流落到其他人手上 就是說 就是說 你可能這個基地台是買在 Ariksen的 Logia 挺多是這樣 但是 這中間 一定會延伸很多的 服務嘛 就是 application 那這些application 都 不太可能是外國人來 他 這不像一個麥當勞 就是整個店牽過來就可以 就是說這個很多service都會在本地做 所以說 也是大家 有可能會有一個機會在這上面 做一些 開發 像很多 有很多新的service都會 什麼什麼garage 的預約啊 什麼 很多新的service 都是會跟本地連結的 那也是提供我們比較多的機會 所以這個 這個 整個 交通 交通這個紅綠燈的這個 控制系統 大概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到這裡 那這個 我剛說了就是說 這個 內容是比較深 我 我們 我只能告訴大家一個冰山的一角 如果大家有興趣 看一下 這個 這個 問 可能會花各位一點時間 如果我今天 跟大家講解了以後應該會 稍微比較容易理解 那這個是一個不太 不是那麼簡單的論文 有興趣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我覺得這個論文呢 是 我認為 蠻 蠻有 蠻有 蠻有趣就是說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們 可以組織一個 團隊 然後來做這樣子的一個 project 以這個為題目來做這樣 那其實呢 我覺得背後就是說它阻止了 我一直在想就是我們其實也討論了 可能有 超過一年 有提到這件事情提到超過一年 主要就是說 題目是什麼也不是太重要 就是說我們 有沒有辦法 因為未來的這個 工作的這個 這個叫做工作的環境啊 工作的狀態都有可能有很大的改變 像這疫情現在 這樣子很多人都是在家工作 或者說你這個工作也許不是一個全職的 也許是一個 承攬 比如說外包啊這樣 這有可能有很多這種這種形態的 那我們能不能去 嘗試一下就是我們組織一個專案的團隊 然後來看看我們落實這個專案的能力有多好 那在這樣子的過程呢 我們就可以去這個 把這整個工作的流程把它記錄下來 我們曾經做過怎麼樣的事情 然後這成為一個經驗啊 就是我很希望它成為一個 一個一個paradigm 那這樣子的典範模型啊 就是說以後你可以轉移用到其他的這個 其他專案或者說其他的這個公司也好 可以做轉移這樣 那當然你這個我們這專案如果說真的成功的話 也是有投入市場的機會 那我們剛才大概跟大家介紹的這個過程 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我們也需要這樣很多的人才 因為這些人才我都 我自己本身並不是這一些的人才 那這樣子的人才的需求 當然如果我們成立的話 也要慢慢的去找齊 那有新的需求 所以我們也可以在之後再討論這樣 在這個地方也是歡迎的也是 這個叫什麼敬邀 懇請大家來這個參加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 如果我們如果在這個整個過程 我們能夠成功的找到一個流程 一個工作的典範的話 我們可能可以把這樣子的一個工作流程 做成一個叫做 RPA RPA 就是說機器人流程自動化的一個 一個副產品 有可能是得到想像不到的一個功能 那我大概 這個用幻想的 想到一個發展的這個路徑 那也就是說 那也就是說 我們希望這個 我們建立一個團隊 然後 針對這個project 我們做一些 研究了 然後把這個設計出來 當然我在那論文裡面 其實大家也不是用 不需要太擔心很多 因為這個論文的團隊 他其實已經有一個call 然後給我們 就是他那個也是開源的 也是open source 那其實我們這個 這個project 其實也不是在發明一個東西 因為這個東西 已經有人發明了 我們只是說 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能力把它implement出來 那要implement出來 也不是那麼簡單 但是也不是都難道 難道說 要去發明一個火箭 所以呢 稍等一下 所以我們可能有這些工作 那當然這個 右邊的這些 大家可以先忽略 不用看 因為右邊這邊都是 一方面是虎爛 一方面就是幻想 我們看能不能先務實的 就是說把 例如說把團隊整理起來 把人找齊 然後把這些的 研究的工作 這些coding 開發工作 做好 做到一個可以發表demo的這個時間 如果假設是 今年比 反正現在年中 還有半年 然後這 就是這段時間 我們把這個poc 就是證實這個 證實這個 這個概念是可行的 可行性的 這個 的驗證 如果有了這個demo了 這個demo這個是成功的 我們就可能去把這個demo 的演示給 這樣子需要這樣子的東西的客戶看 那當然另外一方面 我們剛剛一直提到 就是說我們希望 把這個paradigm做 建立起來 然後 在以後其他的專案 或是以後其他的這個 工作上面我們可以來運用 這樣 那當然如果說這個真的是有客戶 有這樣的需求 也許你可以成立 一個團隊啊 或者說 你可以成立一個公司 然後尋求一些資分 這個都有可能 那 依據我剛好 以前 以前有 有信就是說 曾經接觸過 參加過一個 接觸過一個案子 就是台北市的這個 路口的camera 監視系統 可能超過10年了吧 或者說10多年 那樣子的一個系統 就是在台北市裝了1萬支的 這個1萬1千多支吧 的camera 大概就是花了 3億左右吧 那所以說其實這個東西 如果是 市場真的接受 有這樣的需求 其實它也是一個很大的東西 所以這個 你說這個尋求資本 這些 是不是 不太可能 如果你能夠前面 一步一步的 走 走 就是走到走過來 也 也不是不可能啦 所以也就是看我們怎麼樣 這樣慢慢的 步一步的去往這個方向走 那當然我 在這個project上面呢 我 有 對自己 也不是說對自己 就是說我 事先就做了一個 列了一個OK 就說我的目標 要達到什麼 然後 要 目標是什麼 要達到什麼 這樣 那 其實一開始我們的目標就是 希望能夠 這個案子能夠啟動 那我想要達到的就是 想請Jason出來領導這個專案 因為 雖然我剛剛講了半天 其實 就是 我有可能 沒有 沒有在國內 沒有在台灣 就 也沒有辦法參加 然後 其實 我們社團裡面也是臥虎湯龍 大家都很多專家 那 Jason也有這方面的這個 專訪跟這個經驗 那我也想說 之前就是跟他聊一下 就說請他出來領導這樣子的 轉案這樣 那如果說 這樣的人才漸漸 大家就是 有 有興趣 然後 來參加 然後我們就 看能不能 召集一些人 然後我們 大概過兩週以後 找 找一個時間把這個 團隊的這個建立的這個會議 開一下 就是說哪些人負責 哪些事情 角色跟這個責任 這個規劃一下 因為 就是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所有的這個參與的人 是有明確的那個 角色跟他的責任 所以我是覺得就是說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依照著 這樣子的 OKR的這個 你不必要有三個或幾個 就是你也許只有一個目的 你只有一個想要做成的事情 把你自己的OKR提出來 然後跟我們來聊一聊 看能不能 就是說 到我們這樣子的 目標下面 你的目標也跟我們是 在同一個方向 我們就可以做比較好的結合 那當然第二個 就是說 我們希望完成一個 影響深刻的demo 就是說這個demo 我希望他長的樣子就是說 他不管是一個Web-based 或者說什麼樣的retation 都OKR 然後他能夠像剛才那樣子的 棋盤的這種 這種畫面也好 或者說呈現也好 可以很容易的讓客戶能夠看得懂 我們現在在做什麼 然後客戶 他也可以自由的在某一個路口 或是某一個路段 增加了一個 增加一台車或增加兩台車 到處可以增加一台車 然後我們可以讓他看得到 這個我們的AI的agent 很多個agent 他算出來的結果是怎麼樣 他的效果是怎麼樣 那如果我們可以做到一個 這樣子的demo 那當然這個demo 是前端是一個 前端可能是 可能是Web也名或是什麼 那後端就是我們的算法 如果能夠做到這樣子的demo 我們就 然後我是給自己的提取 就是說要找到 只要找到一個以上的客戶去demo 因為我覺得我在這裡面 我也不太會寫 口 Python也不是很強 也是寫得很慢 然後技術理論也不是很強 所以說 我可能能夠幫上忙的比較 可能會比較偏 marketing方面 就是在比較後段這邊 前段 那個就是可能要靠 這樣結成出來的領導 那當然我可能只是 如果成立團隊 我可能只是這個團隊的其中一個 一個市場的一個渠道 可能這個團隊也可能有很多的渠道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認識的人脈 所以 當然那是比較後話 那我們應該還是要先把這個目標 看能不能達成到才有以後的這個可能性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一直在講 就是說 我一直認為就是說 可以把這個工作的典範模式建立起來 那開發一個RPA的機器人 那當然這個機器人 希望他是比較通用性的 可以在其他專案也可以通用 那這個大概就是我們第一個來講的 這個有關 有關這個 有關這個交通號碼系統 AI的系統跟這個團隊 這招了比較長的時間 就是說如果大家有興趣來參加這樣的團隊 我希望就是說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跟我們聯絡 這個是 這是我的那個Message 就是Messenger FB的Messenger 或者說你在 剛才就是說在社團那個 這個留言 在社團的那個公告裡面留言 那 就我剛剛講的 也許也蠻腐爛 但是我們也希望 因為我這個人也是盡量喜歡務實一點 那 就是說這樣子的環境 就是這個5G跟這個 這樣子的環境有可能是未來 我們沒有參與團隊也有可能未來會遇得到的 那如果說大家有興趣提前接觸的話 那我們可以開始來試試看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說如果 因為我們這個也不是一個全職的工作 有可能是比較業餘的 那所以說 我希望你可以把自己的OK 就是說你的目標你想做什麼 提出來然後我們來討論一下 然後把這個目標定出來 那也希望這個 有比較熟悉這個PMP 或者說專案管理的人 能參與我們這個 因為這個裡面專案管理是非常重 然後可以就是說協助先生去做一些這樣的管理 好那接下來我們談一下那個 這個MarketMaker 因為時間拖的比較長不好意思 那這個我就快一點 這個是之前 就是Jason也一直希望我大概介紹一下 那你可以看得到這個論文 都是這個叫做摩根大同的人 簡直就是他們公司自己出的論文 那這個東西也是 但是這個這個這篇論文也是非常深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我也是告訴 我也是只能介紹一下這個冰山的一角 就是最上面一層 有興趣的話可能還是要進去讀一下他的論文 而且不是太簡單 那MarketMaking是什麼意思呢 MarketMaking就是說 你要去造勢 造勢 你就是要去製造這個流通信 也就是說你不管你是做黃豆 或說成衣或說鞋子好 你把它製造生產出來了 他就放在倉庫裡面 他是不會動的 就是他不會自己突然變到這個buyer 就是說消費者的手上 必須要有一個人去把它拿來 庫存然後把它賣出去 那這個流動性就產生 所以MarketMaker就是要製造這個流動性 那這樣子的MarketMaker 他就是根據市場的行情 需求的行情 去報價然後買進跟賣出 中間有一個價格他賺這個利潤 所以呢 我們這個主要還是在講這個股票市場 但是這個買跟賣是所有東西都一樣 不管是黃豆啊什麼毛豬啊 都是一樣 那他會有一個price跟spread price就是其實就是中間價啦 就是現在這個這一張股票他多少錢 那sprice就是價差 也就是說你要 你會有一個買跟賣的報價是不一樣的 例如說以外匯來講 你去用台幣換美金跟美金換台幣 你去銀行好像永遠會虧錢 永遠都會有一些價差 為什麼呢 因為銀行他他在銀行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現在說的MarketMaker 就是他必須要報一個價差 他才有利潤 那他在這裡面的術語他是這樣子 就是說賣出他叫bit 買入叫AS 也就是說像就像我們去投票一樣 你要你要賣一個電腦給政府 你就去bit去投 例如說我5塊要賣 然後有另外一個人說4塊錢他就賣 所以說他得票 就是說他我們去bit的時候 我們價格就是比看誰比 那ASK就是說那個 例如說政府想要買一台電腦 他會問說有誰5塊可以賣給我 這個叫ASK OK 那所以買入跟賣出的這個報價 會有兩種報價 你要買你就會盡量想要這個 你會有一個報一個價差 然後讓你自己會能夠得到一個理論 那這個叫Spray 中間價格就叫P 所以呢 這個某一個MarketMaker 某一個造勢員 這個造勢員叫I的話 他的T那個時間呢 他的報價呢就是 中間T時間的P T時間的中間價 減掉他的價差 這I就是代表他自己 他自己報的那個價差 他就是他的買入價 然後呢他這個時間的這個中間價 加上他自己的這個 他自己報的一個價差 他要賣的價差 就是他售出價 例如說他 他的成本 他也不管成本啦 就是說他現在中間價就是P 等於10塊錢 然後他就是要報11塊 或是10塊半 10塊5毛錢 然後他報這個價格去賣 他就會得到那個5毛錢的這個利率 OK 那 這個 我們看這個 有 有一個價差 他就會產生這個 Profit Loss 就是有損有益 他有可能因為價差而得到 得到這個Profit 有可能因為價差得到這個Loss 那 這個損益呢 就是要看他的量 他交易量如果為V的時候 例如說我買 我買這個 一個一張股票 可以賺一塊錢 那 因為價差我可以賺一塊錢 但是如果我買100張當然就是乘以100 這個V就是100 那所以說V就是他的交易量 他交易量他乘以這個 他有一個價差曲線 那價差曲線是S 那他就是 那他就是 這個就是他的買入跟賣出的一個收益 Profit 或是Loss 或是Loss 那在操作上呢 他 你不論是買或賣 你 你一買 你就會 把這個東西庫存到 到你的倉庫 到你的Industry 以股票來講 你雖然不會真的有一個房子去放那個股票 但是就是那個叫做持倉 那 這個Inventory 我們叫做 ZT 這個就在T的時間點的時候 你有ZH 一個Inventory 叫ZT 那如果你買 他就會有正的庫存 如果你是賣的話 就是有庫的庫存 那這庫存呢 他有一個 也會有一個Profit Law 為什麼呢 因為中間價他不是固定的 中間價就是P 我們剛上一頁這個P 這個P呢 他是 他是會 這個浮動 所以呢 如果你 你 買了庫存 就是持倉 放在手上呢 他的這個 他的P呢 往下降 那你是不是就是會有一個 你就是會有一個損失了 就是說 T加1時間 也就是第一個時間點 減T 後一個時間點 減前一個時間點 他那個P P是不一樣的 例如說後一個時間點的 價格是低 前一個時間點價格是高 那這減起來就是負的 負的再乘以你的這個Loss 不好意思 負的再乘以你的庫存量 ZT 就是T那個時間點買的量 那你就是有一個 負的一個Loss 你就是有Loss 那有Loss怎麼辦呢 就是說你只要持倉 拿在手上 你都會有這樣的風險 因為你不知道那個P 他會往上波動 會往下波動 所以很多人就會去對衝 大部分人都會去對衝 那除了對衝以外呢 還有一個操作就是說 有一些人呢 他會 他會用 用傾斜的方法來報價 也就是說 一般我們的spread 就是 我買進跟賣出 離中間這個 miss price 離中間價 他是一樣的 就是說 我賣的時候 我多加一毛錢 買的時候 就是減一毛錢 這個都是 正常的這個報價是這樣 但是呢 有一些 所以 為了要清 有一些market maker 他為了要清倉 他可能會低價來這個出售 或者是他會 故意報一個價格 讓 投資人比較不接手 所以說 這個投資人 他會傾向於買他清倉庫存 這個 這個叫做 傾斜報價 還有一個名詞叫做市場分合 就是market share 就是說 你整個 整個市場規模裡面 你 你的交易占了 多大的分量 那 這整個交易他是怎麼做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LOB LOB就是 我LOB 我都忘了 沒關係這個表叫做LOB 他是一個 什麼什麼的book 那你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很典型的就是 很典型的就是說這個右邊這邊是在做賣出的 就是bit 對我們台灣的俗話叫外盤 然後左邊的紅色的部分叫做 紅色的部分叫 就是要買進 買進的時候他會有一個薰價 那中間這個就是價差 這兩個就是價差 就是買跟賣的他的 spread的價差 如果內盤的價格成交呢 就代表了 趨勢是向下 如果是外盤的價格成交 就代表趨勢向上 就代表會漲 那他整個操作是怎麼樣操作的 例如說我今天有一個這個 這個表就是我們剛剛看到這個LOB的表 只是我把它列成值的形式 那如果說現在這個價格就是大概在 出價是 99 100這個中間 如果有一個人 因為你去買股票 你可以 你可以買 所謂realtime的實質 就是說現在不管多少錢 我就是要買100張 那你跟他 跟交易員要求 就是說我現在要買100張 他就是從這裡 給你100張 賣出100張 所以剛剛1000 我們再看一下 剛剛1000就變成900 OK 那另外一個人他要掛單 另外一種做法是掛單 掛單他就是要 指定時間 不是時間 指定他的價格 OK 那掛單他可以指定 例如說103 100.03 那100.03呢 他並沒有 並沒有高過於100 那但是105 又不符合他的需求 所以說 這個LOB上面有100 還有庫存 他就可以以100塊 整這個價格 賣給這個掛單的人 雖然他掛103 但是還是以100塊賣給他 因為這樣他也沒出貴 OK 所以說他用100塊購的 那如果有一個人 他要買實時的175張 所以175張 我們就會給他 這一個 就再回去看一下 原來 他有100 他有100張 他有他有100張 然後 100張都給他了 然後還有75張 就是從這個 更低的這兩個價格的 這些張數 去扣 因為 因為 這個怎麼顯示呢 就是說 掛在這個LOB這個表上 有100個人 不管有幾個人 就是有人 手上有100張的股票 想要賣這個99.95塊 另外有 可能有另外一個人 他有50張 或是說有一個人 有25 有兩個人各有25張 他想要賣這個價錢 另外有第三個人 他想要賣這個價錢 這個都是他們自己指定在上頭的 所以說 你如果說需要175張的時候 他就是把這個 100 400張先全部賣掉 然後 這50張 他也都 100張都全部買入 然後這50張也全部再買入 然後 另外另外剩下25張 從這個第三個價格來 那這就是LOB的一個操作方法 所以他賣出價格 他賣出價格就是 是這樣算 就是說175張分別是從 分別是三個 三個不同的這個 不同的這個交易 這個投資人 以不同的價格買去的 三個價格平衡起來 就是這樣 99.9而已 所以從這個表看起來 是 賣壓較重 賣出價格往下調 那我們 剛剛看過就是說 股票市場 他基本的一個操作 那我們這個 他這個文章裡面介紹就是說 怎麼樣用RL 廠話學習的方法去 去操作這個 就是造勢源的這個 這個行為 market making的這個行為 就是說你怎麼樣去 用這個RL去報價 學習跟這個 以前那個 如果大家有看那個電視上面 裡面有那些紐約什麼交易所 有很多穿西裝的人在比手 那一些人 那 因為現在都都進電腦 所以說那些人越來越少 那 他現在也是希望用這樣的方法去取代那些人 因為這個 用RL算法 可能 也許失誤率會低一點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多人的交戰環境 這個是 就是 這不是多人的運動 這是 應該是多智能體的 就是 很多個agent 那如果有M的造勢源 比如說那個 NY什麼 就是紐約交易所他有N個造勢源 其中一個叫I 然後有N個投資戶其中一個叫Z的話 那他在某一個時間 進行某一個交易 他的量 他的流量是B 那就寄為這樣 那0代表會交易 這個是簡單介紹一下 然後呢 造勢源可以在T時間點 觀察到這個 投資人前一個時間點交易的內容 這個反正這資訊都是公開的 然後造勢源對此報價 並執行 最充避險 就是說這些動作呢 事後 我們做到RL裡面 他都 這樣子呢 有啦 有畫面的嗎 有 OKOK 那我這個加緊速度一下 這個可能 我是不是 電話沒錢 OK那庫存呢 庫存我們剛剛說這也就是說 這個I這個 I這個 I這個造勢源 這個MarketMaker 他在T的時間呢 他 他買了這樣的庫存 然後呢 還要加上這個 然後呢 這個庫存 這個庫存也就是說 這個還有所有的 所有的庫存的總和 所有其他的造勢源的庫存總和 所有其他的造勢源的庫存總和 然後這個我們就會有一個架差曲線 也就是說 多少的量呢 他的 他的這個架差呢 比如說 B就是buy 然後 S就是sell 就是買跟賣 他的價差 是不一樣的 例如說 呃 我們現在10塊錢 那有的時候呢 嗯 你會 你 你報的價差就是會報11塊 然後 賣的 買 買的時候你想要買9塊 就是說這個價差是1塊 那但是有的時候呢 他 你只能報10塊5毛錢 然後買的時候10塊9毛5 這個 這個價差這個距離 離中間價距離 並不是一個固定的 他是有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方選 的曲線 那 這個曲 這個方選 跟跟他的量是有關的 也就是說 我們平常做生意的這個概念 也就是說你可能量比較大 你這個會影響到他的這個 這個 報價的這個 價差 然後還有一個前 前一個時間點的這個 Market share 也就是說整個市場規模是多大 然後你自己 站的市場規模有多大 那這些點呢 就是 你可以得到的一個 observation 就是說你可以觀測到的一個 State State的狀況 那你觀測到這個State 以後呢 你就可以 根據這樣的State 去進行決策 就是說 你要 這裡所謂的決策就是 去報價 你就是每一個time 就去報一次價 那這個報價呢 就我們 我們剛剛講的 所謂報價就是報他的價差 就是你要買多少錢賣多少錢 他的一個spread 然後除了報價以外 因為報價 你就會有庫存 你就會有風險 所以呢 你就會必須要去做 做對沖 對沖 那你不能把庫存 對沖有一個 有一個 對沖的比例 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你庫存 持倉拿在手上 你就怕他 價格在掉的時候 你還沒放出去 你還拿在手上 還在庫存 那就會損失 所以說你會有一個 拿一個小部分的機率 拿一個小部分的這個 這個比例 比例 去買他的 對面的 例如說你 你怕他跌你就買他 你怕他漲 就是說你怕他跌你就買他跌 你就買他跌 你就買他空就對了 就是你買多 然後那就是你要對沖 就空這樣 那所以說你會有一個比例去做對沖 那這個對沖 你這個比例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你也什麼也都賺不到 所以我們這個比例叫X 那要買多少 要怎麼樣對沖 也是你的Action 你就是說你Policy要去訂出來 那這樣子的整個系統 你就會去追求 因為這個很直觀的一個reward 就是其實在這裡面 這種股票的這種系統 主義或是最直觀就是錢 就是損益 就是第一個損益會來自於這個 架材就是spread the profit loss 那他就是他的這個交易量 然後去乘以我們剛剛說的這個架材曲線 那看是買或是買 那第二個就是對沖的成本 就是說你庫存 你為了要怕這個風險 所以說你會買一些對沖 那對沖要成本 那這個就是 這是在reward裡面 他會有一個負的成本在 那當然你這個對沖成本 收出的時候 他就會變成一個 一個收回的一個 那當然庫存也有可能損益 也就是說你庫存的時候 然後你雖然買了某一部分 你十塊錢的股票 你可能買一塊錢的對沖 那另外九塊錢 其實還是會有跟著這個中間價 他的波動有損益 有可能賺 有可能賺 所以總計呢 他就會有 他reward就會有包含 價差 的profit 對沖的成本 還有庫存的 profit 那所以呢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Io的Policy 就是要 有好幾個步驟 我們先看第一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要找到一個 最大的價差 Epsilon 那因為 因為這個 如果這個MarketMaker 要報一個好的價格 Epsilon 這個Epsilon 他的目的 他是希望讓他 達到他的 他的 市場的 要求的市場份額 那 這個市場份額 是 他的目標是 這個ETA 他的市場份 MarketShare 那 他是 目標的市場份額 跟他 目前 或是說他預估的市場份額 差距呢 這個V 大V是市場規模 市場規模 跟他 能夠做到 就是說 也許他今天 或者這個月 或這個禮拜 他能夠做到這個 這個 希望值 就是說 能夠做到量的期望值 就是 實際的市場 市場的這個 實際的MarketShare 實際的市場規模 跟他的目標 然後 相減的差距 就是他的coast 就是他的這個 coast 完全 所以他希望 找到一個 最好的這個 Excel 然後呢 能夠 這個 他有機會 能夠達到他的 要求的這個市場份額 所以說這個 當然這個 做的量的期望值太小的時候 那個coast就會變大 就跟他市場的認可 就會差很多 那MarketMaker 可能就會擴大這個 可能他就會想要多賺一點 但是也不是 這樣子就可以 你就可以達到 因為這個 這個中間還有其他的考量 我們等一下 接下來後面還有看 那這整個市值呢 你可以看到他就是有一個 他有constraint 他有maximum 就是maximize minimum 就是一個 一個線性規劃的 一個LP 的一個市值 那還有一個就是 第二步就是 你會做請協 請協報價的策略 那所謂請協報價 就是說 你在交易中 你會有庫存 那你這庫存 你就不想要 你要消庫存就對了 所以說你可能 你的賣價 你會報便宜一點 你的就是賣出的機率會高一點 那這樣子就是說 你有可能會少賺 就是說別人 別人這個 都沒有報的那麼便宜 但是你為了想要小庫存 你賣便宜一點 那你就少賺 少賺 就會一個沒有賺到的一個 然後呢 其他的就是說 你 他這裡 這裡比較深的 就是說各位 比較有興趣的人 真的要拿論 我看一下 因為有一些 我在這之前 我也把很多 slide 拿掉 因為 已經升到以後 不太會講 這個是variants 那他的 他這個 variants Sigma 這個代表就是說 他的 spread profit loss uncertainty 就是說他這個 呃 他這個 價差呢 是有浮動的 就是他不是固定就是說 都是價差一塊 就是十塊錢一定是 十一跟九 然後十一塊一定是十二跟十 就是這樣子 他有可能是 到了十一塊的時候 他可能是 呃 價差是三塊 或者到十五塊的時候 價差是0.5塊 他是浮動 所以說他 他會有一個variants 他會有一個 uncertainty 那 這樣子的浮動呢 呃 跟 那 除了跟價格 跟價差那個價格 有關以外 然後他跟 你的量 就是說你庫存到底有多少量 你有 也會影響 你庫存量 越大的時候你就會有 越大的風險 那所以說 他會成一個風險的技術 在這裡 那這個 這個 呃 這個cost function 就是 就是 傾斜報價的這個 cost function 那我們必須要把這個 cost function 做一個minimize 好 那這是第二個 然後呢還有就是說 你如果在 庫存的時候 你如果庫存這裡 然後你有 有一個比例 X %好了 百分之X 你想要去 做這個 對沖 比如說拿 5% 50%對沖 或是20%對沖 那這對沖 需要付出的成本是這樣 就是說 就是 總量啊 然後乘以他的比例 然後呢 這個就是量 就是要對沖的量 然後再乘以大家 架差 這個曲線 就是要付出的成本 然後你沒有付出的 就是說 你沒有拿去對沖的 還是剩的吧 還是正在庫存 那這個庫存 還是要有一個 有一個庫存的風險 那這個 這個 Cost function 這個Cost function就是 最沖帶來的Cost function 就是這兩個部分 那這一樣都會成一個 這個風險的 嫌 嫌惡系數 也就是說 你對風險有多討厭這樣 你看 換一錢 好 好 不好意思 我那個 我的滑鼠 有很大的問題 剛剛會亂調 OK 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 這中間這裡就有一個 風險的 厭惡系數 就是說你有多厭惡 厭惡這個風險 你如果是 不想要有太多風險 那系數就是不一樣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說MarketMaker 他的報價的策略 他報價的策略大約是這樣 這個F 它是一個Distribution 就是說它是一個機率的Distribution 就是說如果我的報價是X 就是我現在我這個Agent 或者說我這個MarketMaker的報價是X 然後另外一個對手 這是Competitor 他們就是Competitor 他報價是XX 不管是買或是賣 他的報價都小於我 那是不是他報價小於我 他就會贏了吧 他比較便宜 那這樣的機率呢 每一次的機率 他把他這個 整個組合起來的一個分佈 一個Distribution 就是F 所以就是說我們要找一個Apsilon 這個Apsilon呢 能夠使得 這個E加XXXU 我們先看後面 一減掉 一減掉這個 對手的 競爭對手的 贏的 這個分佈 前面雙項也就是說 就是我自己 因為一減掉對手 那但是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機率呢 就是說平手的時候 因為平手的時候呢 在系統上他是 是Random 就是說靠運氣 就是有可能也買 可能買你的有可能買我的 買誰都是一樣 對於這個 buyer來講 買誰都一樣 那系統就是用Random 就是隨機挑一個 所以呢 由於是 已經把這個減掉了 已經把對手的這個 贏的機率減掉 那這個裡面呢 他對手也還是有可能贏吧 因為平手的時候 有時候還是那個對手 得到單 所以要再把他加回來 那所以說這個 這個就代表就是 我們 代表我自己的這個的機率 那可以是 我要找到一個Epsilon 這個是最高的 那這個 這個事情就是這樣 那這個整個這個我們我們剛說那 我們剛說這個Reward這邊 有的 有這三個重點 就是說 Spray的Profit Loss 跟這個Hedge的這個Cost 還有Inventory的Profit Loss 那第一項這個很重要 就是說Spray的Profit Loss 其實是主要的這個獲利的來源 那 會 這個獲利來源也是一樣 我們剛提到就是 他有三種 三種可能 那這裡你看到兩項 因為第一種是 如果價差 是比競爭者還大 那你就沒有成交了 你的就是零 就是第一項會是零 我們就是沒寫出來 那第二項就是 如果是我價差是 比比這個競爭者還要 小 我成交了 我叫他比競爭者還小 我成交了 那就是這裡寫錯 那這個就是他的量 在乘以這個價差的這個函數 然後乘以1加2 這個就是他的Profit 那另外第三種情況就是說 如果說報價是相同 這個情況 因為機率非常大 因為幾乎大家都照著行情在走 那所以他是 他是靠運氣的 就是說 大家機率相同的時候 你就隨便選一個 系統隨便選一個讓他成交 所以他前面多 多成了一個Yi 那這Yi是一個 白努力 Random variable 就是說他有可能是0或1 那這個i呢 就是說 因為我們N的交易員嘛 這個可能就是其中有 只有一個人是1 其他人是0 是1的你這項就是1的 就是這項就是有值的 0的就是這項是0 那值是一樣的 那這個就是組成這個 價差的 Spread Profit and Hold 那另外這個風險規避這個 這個其實我也看一下 很多的這個研究去湊出來的東西 就是說他有一個Penalty 那 因為你有庫存就是會有Penalty 那這些Penalty 這些都是經驗值 就是他前面有一個Alpha 那這些Alpha 都是他們 去統計出來的 那Penalty很大的時候呢 這IL的Agent就會去 擴大價差就避免成交這樣 所以就是綜合以上這些 就是他把所有的Input 然後這個整理成這樣 所有的這個Input Observation Input Observation 成為Input 然後做了一個兩層的 兩層的 這個Input Network 然後用的是一個Ppo 就是Ppo的一個Policy 然後去得到這個這樣子的報價 就是他結果是他Policy 因為他的Policy是 我們回去剛剛那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說我們Policy就決定Action Action有兩個 一個就是要報價一個要對衝 所以他的他的結果也是會得到這樣子的動作 那其中我們剛剛說過的就是他的Report 也是來自於這三個人的組合 那這個整個 他在這個IL上面倒是沒有太多的這個 比較特別的地方 所以我看起來就是比較有一點這個香草口味的 普通的這種 那他是用了一個Ppo 其實他應該是他理論上應該是用Ppo2 Ppo2 就是我們之前也都有講過這個Ppo2的部分 那 他主要 因為 因為這個 這個玩股票這個IL 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我也不知道他算不算好處 就是說你可以去 應用的一個 地方就是 歷史資料太多了 歷史數據太多 然後你做一個像Ppo這種 off policy 你就可以用很多的歷史資料去 當成你的那個off policy 去參考 然後你就去比較 現在的那一些的 狀況 跟你 跟那些動作 在歷史上 有沒有比較相近的 然後相近的你就拿來比對 然後 很容易可以達到這樣子的 結果了 所以在這方面就是說 我用這種off policy的算法 我覺得是比較 是蠻正常的 那今天這個就大約是這樣子 因為 其實我自己也沒在玩股票 那 我也不是上學出來 所以這個有難度了 那 有興趣大家可以一起討論 但是就是說 如果真的你有興趣要 依賴這個去玩的話 可能要把那個論文好好的看 看清楚 論文的難度還蠻高 OK 那接下來就是說看 各位有沒有什麼 想要討論的 可以討論一下